关心到我国宇宙好手周天成 今天完成了台北宇宙公开赛 未免的最后一礼录 他在南丹决赛中逆转对手 迎接生涯第四座的台北公开赛冠军奖杯 此外台湾宇宙一姐戴姿颖也传来捷报 在女单冠军战中 以直落二击败了世界排名35的 日本女将穿上沙慧奈 夺下冠军 双手比出来 是因在引发全场暴动 台湾宇宙一姐戴姿颖违四年 再度站上台北宇宙公开赛舞台 24号冠军赛以21比17 21比16 击败世界排名35的日本女将 穿上沙慧奈 夺下冠军 拿下个人第四座台北公开赛冠军 戴姿颖说 希望趁着还在打球的时候 可以再多拿一些冠军奖杯 也从球迷用心准备的加油口号 感受到满满心意 副总统赛清德也特别到场观战 见证戴姿颖夺冠这一刻 并亲自颁发奖牌 同样传来捷报的 还有台湾宇宙一哥周天成 在南丹冠军赛中 对上日本选手奈良刚功 对决三局后逆转击败对手 虽然林洋佩在南双决赛落败 但选手们的优异表现 已经让地主球迷们满是骄傲 见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 今天我看一下